第二届浪帆杯花冬纵骨射箭邀请赛 1月1号到2号是在卓西国小举行 集结全台各地国中小射箭好手 有14支队伍超过百位选手来参赛 董事长马永瑞表示说 期盼透过指标性赛事来磨练射箭好手 也请免孩子们射箭这条路不要放弃 未来都要拿出更好努力 为台湾拿更多金牌 第二届浪帆杯花冬纵骨射箭邀请赛 1月1号到2号在卓西国小盛大举行 集结了全台各地国中小射箭好手 总共有14支队伍超过百位选手参赛 董事长马永瑞表示 期盼透过指标性赛事 磨练射箭好手 连离孩子射箭这条路不要放弃 那这个射箭呢 事实上如同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 它是对各位呢 不管是在学业上 在学习上 甚至在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上面 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射箭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浪凡基金会从2022年成立以来 就积极地投入各项的公益赞助 力推花冬偏向关怀与协助 鼓励学童适性适所用于主梦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一年一年的我们要举办下去 同时呢也希望小朋友们 你们射箭呢 也千万不要中断 你们也要一年一年的继续练下去 马永锐说基金会有机会主办这样盛大的运动赛事 相当的开心 希望花联各地的精英小将们 透过竞赛一起切磋 建议良性竞争 鼓励孩子们不要放弃梦想 只要不放弃就会看见希望 这些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